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MF的最新報告 是以美國經濟是意外的強勁 加上中國的財政支持為由 所以把今年全球GDP的預測 是上修到了3.1% 但是也提醒說 現在地緣風險會越來越高 另外摩根大通也認為說 美股前十大股票的一個主導地位 現在來看是越來越像 當時網路泡沫時期的一個情況 認為這個股市 接下來被拋售的風險 是相當的大 另外微軟還有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以及在AMD超微的部分 都公布了最新的一個財報了 但是在財報公布之後 股價卻是呈現了全數下跌的一個走勢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以及我們來關心的是 也是因為受到美股科技股的一個拖累 臺股在今天也是開低走低 而且跌破了萬八大關 接下來距離農曆年的這個封關 只剩下最後幾個交易日 到底能不能夠報股過年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南臺科大財經系助理教授 朱岳中 大家好 臺經院產經資料庫總監劉佩貞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文大國發大陸所兼任教授陳松馨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許峰璐 大家好 我們先請教朱老師 我們看到美股倒窮是持續創歷史的新高 但是為什麼這些科技的巨頭 包括像是微軟還有Alphabet 以及在超微的部分 他們在公布了財報之後 明明看起來感覺上還不錯 為什麼股價全部都是走跌的 對這些美國科技公司來說 真的是 投資人越來越來越討好了 我明明交出來成績 非常非常漂亮 你居然還不滿足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就先一個人來看 好 我們先看到這個 JP Morgan他們的這個報告裡面 提到說 現在這個美股 看起來跟2000年的時候 越來越像 什麼事情 他告訴你說 我前十大的這些成分股 佔整個權重已經高達將近三成 當時的高峰是達到33%之多 那你說這樣子會有什麼風險呢 當然如果說只有這樣子集中 不是大問題 問題是什麼 如果這前十代有個風吹掃動 那不就對市場影響非常非常大了嗎 所以現在大家擔心的是這件事情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小摩的這個說法只是覺得 而不是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 重點是未來到底有沒有可能發生 我們就要去退救 所以我們先來看這幾家重量級的公司 我們先不多說 你看到微軟 你看到Alphabet 就是Google的母公司 跟Andy 超微 是不是都是現在最夯的 跟AI有關係的 好 那大家一直在講說 那AI到底會不會泡沫 那會不會泡沫不是用嘴巴說 你不能說現在很熱 你就覺得他有泡沫 泡沫你說當年2000年的時候有泡沫 那是為什麼 你股價當時真的漲很高 可是你對於營收有上去嗎 沒有跟上 這是關鍵 尤其當年納斯達克的本益比高達70倍 你說現在再怎麼高 連當年的一半都還不到 那你怎麼會有這樣子的說法 所以我們就來看 來 我們先看到微軟 大家微軟最近真的是超夯的 它的市值超過蘋果了 大家本來想說蘋果不合一室 以前都還差很多 沒想到才多久就被追過了 所以你看我們就不一個一個去念 它整體的營收 注意看 它是優於預期 對 然後你看到比較大的問題是 我這個雲端服務 也就是因為微軟它現在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現在很多都是上雲端 所以我的雲端的成長率 你說30%有不好嗎 30%其實已經滿高的 你到底是要怎樣 微軟我們剛剛為什麼要特別強調 它是市值最大的公司 每家公司這麼大 已經成長三成了 你還要它怎樣 他不是不好 是不夠好嗎 如果今天是一家小公司 你要求它成長很高 我們可以理解 微軟這麼大 已經是一個龐然怪獸了 你還要它成長三成都不滿意 那你顯然真的是要太多了 所以你看 明明優於預期 明明成長率也很高 結果就是有些人要的更多 這不僅讓我想到 考全班第一名 甚至全校第一名 很棒了對不對 你居然還要求他 每一個都是考最高分 那很可憐 我們說第一名是總偷偷來看 現在微軟就是這樣子嗎 我總偷偷來看我很好 可是你要我每一項都要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是強人所難 可是問題是 現在的投資人的氛圍真的是 就不是只有微軟了 我們再看阿發貝 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 這整個我們就不一個一個念 基本上如果大家仔細去看他的財報 其實也幾乎都是有預期的 可是你仔細看到 又是其中的有一項 廣告收入 廣告收入不如預期 可是他整體營收是超過預期的 那你還要他怎麼樣 就我剛剛說的 人家已經考第一名 你還要他每一課都是全班最高 甚至全校最高 真的是強人所難 所以你看到 剛剛微軟才小跌而已 他跌這麼多 跌超過5% 我個人是很難理解 那當然大家會說 這個是他的很重要的收入來源 這個YouTube 這個都是他很重要的收入來源 可是他不要忘了Google加大業大 他又不是只有這個部門 你怎麼可以要求他全部都很好 好 那再來看到AMD 這當然不用說 現在晶片是輝達他吃不下市場 那AMD只是因為我比較晚推出相關的晶片 可是我從去年第四季我也開始推 包含了特斯拉等等 也都說我要去採購他晶片 所以你看到整體的營收也是一樣 如果你看的是去年第四季的 他的所有財報 也都是比市場預期來得好 可是問題出在哪裡 財測不佳 這時候我們就只能說 樹枝鋒你太老實了 這是樹枝鋒自己說的 他說我們今年的第一季 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而且他還說今年的環境依舊複雜 環境複雜這不就大家都知道的 而且你說他沒有低預期 你不是他不如預期嗎 你看他直接要財報 他跟你說什麼 我今年第一季的預估的營收是54億美金 但是我有個範圍 3億上下 事實上這些分析師投資人 預估的是57億 也就是說如果54億加3億 其實是跟你達標的 這時候分析師們就不這麼想 就覺得你就是跟我想的有落差 不行 所以也是一樣 更慘 跌超過6% 所以你說這些科技公司 你到底要他怎麼樣 人家交出很漂亮的成績單 你總是能夠雞蛋裡面挑骨頭 當然事出必有意 如果只是單一個案 我們可以理解 可是現在不是 三家都是這個樣子 三家市場上現在最夯的公司 都發生一樣的事情 那顯然就不是單一事件 可能是整體投資人在擔心某些事情 什麼事情 來 我們往下去看到 現在我們再看到 剛剛是個別公司的財務面 其實沒有不好 可是你如果說展望 剛剛都說這些公司 可能展望不太好 我們如果就整體大環境來看展望 好 來INF 它是上調 整體上調全球GDP的預測 應該是看好 而且全球從2.9條到3.1 其實是很高的上調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美國的部分其實是OK的 尤其是美國他現在預估2.1 美國自己費的 他只預估1.4而已 當然費的有可能今天晚上 他們要最新的FOMC會議 也許會有更新的數字 會有可能上修 好 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數字都比原本高很多 比他去年十月的預估高很多 那你到底在擔心什麼 那當然全世界不是只有美國 大家其實還擔心一個中國的問題 可是中國現在人家也做出很多事情了 不管效果到底有沒有 能夠看到 那不是一時之間的事情 至少中國你也看到了 他開始做了很多的救世政策 還要撒錢救世 對 那至少短線確實有看到績效了 那你整體到底在擔心什麼事情 他在擔心這件事情 就是剛剛地緣政治的衝突 地緣政治的問題 那講到地緣政治的衝突 一個當然就是烏二戰爭 那個沒完沒了 我們就不多說了 現在大家開始關心的就是鴻海的危機 他其實去年十一月就開始了 十一月到現在多久了 兩個多月 原本大家覺得只是短期現象而已 沒有想到越拖越久 尤其美國護衛隊都移去 大家都以為應該要結束了 結果顯然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現在大家最擔心的 會不會整個紅海以後就廢掉了 根本沒有人敢往那邊走了 二十五趴的航運量都轉移了 對 那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從這邊運的 如果說能源的部分相對是少一點 可是很多的一般的生活消費品 其實就很多 像我們之前在節目被講過 現在歐洲的奇異果 沒有辦法運到亞洲來了 那還有這個埃及的柳城 還有棉花等等 那當然亞洲的部分 運到歐洲去的 歐洲式汽車的重症 尤其是德國 很多零組件要從中國 從亞洲運過去 結果你現在這邊發生這件事情 變成我要繞道去 所以這件事情導致運輸成本增加 所以大家擔心這件事情 膨膨在一起 好 那不只是這樣子 那大家還關心的就是油的問題 那本來大家想說 這個部分如果發生的戰事 那油算我們剛剛說了 從紅海運的油 只占大概全世界供給量 大概七八%左右 最主要還是從另外一邊去走 可是你說這個部分 難道就完全沒有影響 還是有一些影響 好 所以你看到沙烏地阿拉伯 現在他就很關鍵的說 我現在我本來想要提高產能 因為擔心這個運輸的問題 我提高產能 但是我現在跟你說我不要 暫時放棄 對 你說他的理由 他跟你說 因為中國需求疲軟 市場上沒有那麼多需求 我為什麼 畢竟中國現在已經是數一數二的 原油需求果了 那如果中國經濟不好 讓我生產那麼多石油 那到時候油價會崩盤 對 萬一供過於求怎麼辦 我多生產 結果我還收入減少 我吃飽太鹹嗎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對於沙烏地阿拉伯來說 他當然就不想再增產了 這一來大家就看到這幾天油價就 就上去了 你看以紐約油價又回到 七塊七十八塊美金左右的 所以你看到這一些問題 最後還是回到一個最大的 真結點就是誰 拜登總統現在到底 對這些事情的態度如何 怎麼樣回應 尤其就在這兩天又發生了一個 很重大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約旦的美金居地居然被攻擊了 而且是誰 親伊朗的民兵 是不是又把伊朗又拉進來 又是你伊朗 好 所以現在最大問題就是 你打我 我如果沒有怎麼樣 財產損失就算了 當我有死人的時候 對美國人的 他的忍耐的底線就是這個地方 三十 至少三十四傷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到 原本鴻海 美國的軍艦都被攻擊 可是他只是一些損失 沒有人員的傷亡 對美國來說他就忍住了 要不然照他的個性 他們其實大概就會開戰了 可是他們都忍住 因為他們很怕整個中東的局勢 整個惡化了 可是現在不一樣 你已經害我死人了 這個在美國是一個 非常大的事情 因為一旦有死人 美國就會有很多民眾會反戰 那這種氛圍一上來的時候 大家不要忘了 他們要選舉 拜登要選連任 他的民調已經夠低了 川普已經壓過他了 那你現在又發生這種事情 還有這麼多人受傷 所以如果大家看這兩天 記者就圍著拜登說 你要怎麼辦 拜登的回答也很有趣 他說他已經決定如何回應 問題是他到底怎麼回應 他不說 還不知道他怎麼回應 當然站在國家的立場 他確實不能講 因為很多事 你一說破了 那效果就沒有了 所以站在他的立場 他不能說 可是我們當然就要去猜 美國會做什麼動作 我覺得真的很有可能要開戰 好 剛剛朱老師在我們看到 雖然MF是上修了 今年全球的經濟成長率 但是最大的這個風險就是 地緣政治的緊張氛圍 可以說是越來越高了 那麼包括在昨天 美股科技股的一個走跌 當然也就拖累到 在今天台股的一個表現 台股今天開低走低 而且萬八都失守了 要請教封路 在過年前 我們現在說已經快要封關了 還可以報股過年嗎 或者是他的比重 是不是應該要降低 我認為其實在過年前 可以把整個持股 勢度的降低到五成左右 第一 指數在相對高漲 在萬八之上 在這邊來來回回 記得我們上個星期五的時候 來的時候我們跟大家講 指數在漲的過程裡面 量能是怎麼樣 一直說 往下的 有點價量背離的感覺 有點量價背離的情況之下 那你看到 禮拜二 禮拜三 兩天再低的時候 反而是怎麼樣 出量 出量了 出量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 我們上禮拜跟大家講說 在上漲的過程裡面 假設他是金金漲 他就不能放量 如果放量 他就一定得大漲 但他放量之後 反而是壓低 昨天是沙尾盤往下跌 今天是用台電往下跌 在帶動 台電往下跌的原因很可愛 就是因為 昨天往上美國股市裡面 美超微 Supermicro 他並沒有如盤前大漲10% 是開盤完之後只漲 收盤值漲到3% 然後盤後又跌2% AMD再加一拳 盤前就已經跌什麼 跌了7% 導致於今天A壓整個下來 那台積電有時候漲多了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台積電漲到這裡 其實已經很接近高點了 不要去做出價 因為這個往前看 全部是兩年前的大套牢區 就在哪裡 所以今天領跌 讓台股整個一蹶不勝 所以指數在跌的過程裡面 確實是一個好事 為什麼 因為他把這邊做了一個 消化了盤前大家比較擔憂的 就是年前的賣壓 基本上這兩天大概都指數 宣洩完之後 這反而造成年後繼續漲的空間會 所以現在壓回 你覺得反而是好事 我覺得反而是好事 因為其實真的壓回 也就只有台積電壓回 今天很多股票還創新高 所以多頭格局沒有被破壞 沒有沒有 來我們先來看技術面 今天量增價跌 但是你看到這裡馬上就要回到了 這個我們之前在看這個支撐位 這裡應該來到這附近 他就會進行一個直穩的狀態 我們也要小心就是外資 其實在期貨裡面 基本上已經轉成是 接近空單的一個走勢 因為他買了這麼多股票 過完這個選舉完之後 買最多的是誰 是他 對不對 他買最多他當然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 農曆的封關 只剩三個假日 他可能會陸陸續轉成一些空單 做避險 可是如果台積電已經壓下了 有必要再空這麼多嗎 我認為就相對則要有限 好那我們再回來看 今天其實最重要 市場可能都在關注說 聯發科的法說 看出來這個成績還不錯 這個毛利率有回升到48.3% 那麼全年EPS去年48.51元 這也是歷史的第三高 所以這個聯發科 在今天是因為這樣子 股價有先反映上漲嗎 沒有錯 其實我們上禮拜 也有提到IPC制裁 還有相關IC設計 其實是平面上 比較容易去攻擊的一個族群 那我們上禮拜五說 他在季線附近 你最好是等他法說問 之後再來看 目前來看法說 所帶來的一個內容 實是符合我們的預期 而且生育稍微好一點 那股價其實在昨天 已經先拉抬之後 今天在大盤震盪過程裡面 實際上是屬於一個強勢整理的格局 那我會認為說 他在裡面有提到幾個重點 去年第四季好 好在哪裡 智慧今年手機回補庫存很大 然後今年第一季看起來還有延伸 但是因為去年補太強 去年第四季補太多 尤其是天玑9300 賣得非常好 那在第四季拉了非常多的貨 再加上AI手機 這次三星的S24 看起來真的功能非常強 整個圖都可以修 自動生成圖去補你的一個 整個圖案會非常特別 所以其實S24也帶動到未來 包括像OPPO小米 Vivo 他們也要開始猛攻AI手機 他有提出來 說我們的天玑9300已經非常好 天玑9400還會超過高通的蕭龍 他直接這樣告訴你 做了可以講 所以他說第四季會開始出來 效能會大幅提升 而且它是什麼 旗艦款 旗艦款 所以聯發可以從過去 我們所熟悉的 白牌智慧型手機 貼牌 那屬於中低階的一個C 手機晶片供應商 他已經往上提升到 我現在要跟誰拚 跟高通拚 所以他的企圖性非常強 所以今天的法說 基本上是非常正面 如果說以後AI手機 會帶動一個換機需求的話 他集團的概念股 也可以跟著持槍合狼 我認為他集團的概念股 因為AI手機 他集團概念股的話 跟他能夠直接連動的 其實是誰 其實是玉太 AI手機 AIPC 是不是你都要進行到 更多的一個麥克風 MS的微機電的麥克風 所以他其實在今年 走勢是相對強 但一樣有沒有過高 沒有過高 而且他今年位階算是比較高 他去年底 去年年初的時候 2023年年初 其實他股價在200出頭 現在股價多少 快500 這個空間就會比較小 所以我們把它先略顧 可以先去看一檔個股 叫達發 達發是今年才新掛牌上市 但他新貴股價是800塊 現在離股價還有一點距離 那他這一波雖然也沒有過高 但離得不遠 季線趨勢也是向上 重點是 董作都有進行什麼 買進 對不對 那他最重要的關鍵是在於說 包括說他有車用的一個 衛星定位晶片 車規這是廣達跟NVIDIA 這個聯發科跟NVIDIA合作的一個重點 對不對 除了AI晶片 還要再打入到車用 所以他會是最重要的 車用衛星定位晶片的一個體產 主要應該會漲到他身上 而且他股本也相對來講 又比較小 再來就是你看到 我們剛才講的 達發六萬股 你覺得人家取得是要幹嘛 看好對不對 還全力發展 所以看力 使公司續達投資取得 他的六百萬股 對 增加對不對 大的我們說區間 那小的爆發率是比較強 我覺得未來達發的攻擊力 會比較強 這也是有牽涉到Wi-Fi期 還有物聯網相關的概念 另外他有兩家是三四年前 他分別分批取得這個兩家公司 一家是要準備要做物聯網 當時候我們在講物聯網 他為了物聯網 亞信 對 沒有錯 那時候兩家公司 他就是參加私募股權 包括像亞信 包括像九陽 那亞信其實股價現在是位階很低 量還沒有出來 但是我覺得年後你可以開始注意 畢竟物聯網是他最重要的關鍵 尤其是今年的任天堂 Switch 他又改款 面板變大了 那未來的一個發售 對他來講 我認為他也有牽涉到相關的供應鏈 股價位階是低 但量沒有出來 等量出來再攻擊 那今天這兩天比較有量的是 低價的九陽 對 量還滿大的 對 他其實題材也是一樣 也是工業物聯網 還有就是相關安防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客戶跟打發有什麼 有互補性 所以他先好 他就跟著好 所以這兩家一起看 那股價你看到 這邊是已經有出量了 出量攻擊 拉回季限分 連攻兩天 那我認為他已經出了量攻擊 如果有再拉回來休息整年的時候 也可以一併看 那如果就今年度整體來講 聯發科集團 我認為應該都有一個 比較正向的一個攻擊 可是你要先看看位階 畢竟去年漲多的是聯發科漲多 重新佔回一千塊 那我認為他就是八百到一千 那另外 裕泰去年從兩百多 漲到快五百 他其實漲幅也相對大 位階比較小的 我想的達發 亞信 九陽 我覺得接下來都可以一併地做觀察 好 封路段我們看到 聯發科在今天舉行法說會 當然釋出也還不錯的消息 但是在先前其實股價已經有反應 接下來在集團股當中 相對位階比較低的這些個股 都可以開始來做留意了 不過我們提到半導體 要來關注的是 日本媒體報導說 臺積電最快在二月六號 就會公布他們在日本 熊本二場的一個細節了 而且不排除會導入七奈米的製程 我們要請教劉總監 再次傳出日本補貼的金額 將近一千六百億 這個金額是高於熊本一場 所以感覺上現在 包括美國歐洲半導體 他們對於這個扶植的部分 整個政策推動面 都比不上日本嗎 是的 我們可以來看到 包括在美國跟歐洲 他們其實上在這一次的一個半導體的推動上 那整個的一個進程 其實是比較沒有像日本 這麼樣的一個積極 那特別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的一個部分 那在美國其實目前只有提播了兩款 就是在這個給這個廠商 那第一個主要是給英國的航太公司 那麼只有三千五百萬美元 那第二家是Microchip的部分 那也只有1.62億美金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 包括了台積電 三星 還有在Intel的部分 目前都還沒有正式的宣布 他們到底的一個補貼金額是多少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想在拜登總統 我想在今年的上半年 應該會加速 在這個美國晶片法案 他的一個補貼 可能有些選舉考量 可能速度會稍微快一點 是 歐盟當然先前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在德國的預算上 也是有面臨到卡關的問題 那所幸後續很快就能夠獲得一個解決 不過未來在歐洲的一個投資 當然還是要面臨到德國 在這個工會上比較強硬的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來看 在歐洲本身 因為他實際是在這個IDM的部分 是比較發達的 那也就是說目前歐洲 他在全球的一個半導體 他的這個排位的一個順序上 大概是在第五大 那所以在整體的一個市占率 大概只有中個位數 所以在這個部分 當然歐盟他會希望是全面性的 去涵蓋他整體的一個半導體的供應鏈 也就是說包括了 在所謂的一個這個IC設計 還有在封測跟製造的這一塊 那另外我們來看到台灣 那台灣的部分 未來我們就是要擴大 我們在製造能力的一個優勢 那特別是台灣目前我們在10奈米 還有7奈米以下供應全球的比重 分別可以達到69%跟78% 比重很高 甚至我們在3奈米的製程 應該現在還可以難刮98%的一個高市占率 所以未來我們就是要藉由這一塊 拉大跟其他競爭者的差距 那另外在韓國的部分 我想他們還是重視的是在這個製造能力的這一塊 當然主要還是比較 這個是在邏輯的晶圓代工跟記憶體的部分 那日本的話也其實相當重視的是 在他的所謂的一個製造的一個能力 那可以從他這一次希望能夠藉由台積電 那麼來補足他們所補足的這個先進製程的一個部分 還有成熟製程的一個產能 那另外也希望他們本身成立的Rapidus這家公司 那未來也希望能夠量產2奈米的一個製程 這個都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在日本整個半導體 它供應鏈上的一個分布狀況 我們先從比較北部的就是在北海道的Rapidus這家公司 這個是在日本的8家的這個企業 共同來合資成立 那主要的技術是來自於技轉IBM 以及在比利時的這個研發中心 當然他們期望的是在2027年 那麼能夠再量產2奈米的一個製程 不過在這個部分可能還是有待觀察 畢竟這兩家這個技轉的公司 比較還是來自於在實驗室的一個這個技術 所以到底能不能夠在2027年量產 其實還要再看一下 對 其實還是還是可能還是比較要依賴這個台積電 對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到在比較東北的 就是在工程線 這塊就是我們臺灣的二線的晶圓代溝廠 那就是在立基電的部分 那主要就是在這個日本也跟這個SBI來進行合作 那未來就是希望能夠來生產 有關於在車用以及通訊的這個部分的一個晶片 那預計它的一個量產時間點 會是比較落在2027到2029年 那會比較著墨是在成熟製程的這一塊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在羅姆的部分 主要就是在攻擊線的這一塊 那我想比較大宗的其實是在這個熊本 這一塊就是可以看到就是以台積電為主 那麼來做了一個非常明確的這個群聚的一個效應 那以台積電的部分來看 當然現在我們知道在下個月這個2月24號 那麼在第一個廠區的這個熊本 已經會開始這個啟動它的一個開幕的一個活動 那另外的部分的話就是在第二座的部分 當然也已經獲得了日本它相當的一個 9000億日元 9000億日元的一個補助 那其他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台積電 所以其他的包括了就是有關於日本的一個設備 跟材料的一個廠商 都目前都有非常大力的群聚在這個熊本的一個區域 那甚至也是有擴大量產的一個部分 所以日本的半導體的發展可以看到他們現在布局越來越積極的 到底有沒有機會真的重返榮耀 好那我想我們非常明確的看到在這次日本 當然是希望能夠重返1980年代前五年的這個榮耀 那所以在這次補貼政策非常的明確而且快速 那當然也看準的像這些國際的一個大廠 希望做供應鏈風險韌性的一個考量的分散 還有日本本身在半導體的一個材料 它其實在占全球有幾乎50超過50%的一個市占率 所以這個都是日本的優勢 所以日本也藉由它的這個部分吸引到非常多的這個國際級的這些大廠 都進入到日本來進行這個量產 那我想大家最為關注的當然還是在台積電 剛剛我們提到了在一場的部分 那二場的部分我想也已經差不多底定了 大概就是在這個一場的隔壁 那未來將有機會導入的是在6奈米的一個製程 那量產的時間點是在2027年 那日本官方其實也非常希望台積電能夠評估三場的部分 那有可能會坐落在大阪跟橫濱 那主要是過去台積電在這兩個地區都有設置研發中心 但是目前台積電在這一塊其實還在評估當中 那整體來說我們可以看到日本 不管是在這個新力的一個策略上 他主要的主軸就是希望能夠藉由日本 他在半導體的設備跟材料 這一塊的一個優勢 那麼能夠來帶動這個外資的一個業者 進入到日本能夠進行這個落地的生產 也幫助日本來建立非常完整的一個這個供應鏈 那另外就是在這個防堵的一個策略上 就是日本也跟這個美國是同陣線的一個盟友 所以跟美國荷蘭是共同抗中的就是藉由他們在半導體的設備的一個管制 那共同來前置在中國半導體業的一個發展 所以這整個策略看起來都非常的明確 日本都希望在這一波的一個半導體 那麼整體的一個扶植政策上希望能夠脫穎而出 好 剛剛劉總監當我們看到 日本原本在半導體在材料方面就有優勢了 那麼現在補貼政策非常的快速 那麼整個供應鏈的這個佈局非常的積極 就是希望可以在半導體再重返榮耀 我們再來關注的是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有可能在回復到之前一樣嗎 成長快速有機會嗎 我們要來請教陳老師 中國恆大集團已經被香港的高等法院頒布了這個清盤令 但是覺得比較奇怪的是他們有九成的資產 其實都是在中國 那麼中國的法院有辦法去執行嗎 其實中國跟香港他們有一個司法的附助 其實是九個協定 理論上這個是可以考慮說是不是可以幫忙協助 不過我們在看它細節的時候就發現一件事情 這裡面破產跟清算程序是排除在外 所以看起來這個命令要到中國地方去執行的話 可能還有一段謠言的路要走 我這樣解釋大家可能比較清楚 假設恆大是一個非洲草原上的一個 我們講幾個大野獸之一 如果它翹翹之後告訴大家 大家一定想來分食一些 那些圖鷹什麼豺狼股報都來 好 意思是這個概念 所以說中國很多地方政府 它目前控制著恆大的資產 它哪有可能讓你國外的投資家或債錢人把它吃掉 它當然先要保護自己 中國法院會不會執行這個是兩難 但是如果都不執行的話 那國際投資人 你們中共不是說歡迎你們再回來嗎 那我一看說我拿到債錢等於是沒有用對不對 漏包子打狗一起五回 所以就變成是有用 所以它應該要釋放出善意來 但是我覺得他們最大的本領就是拖 再拖 所以什麼時候拿到錢很難 可是現在的情況就是說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對房地產對其他開發商 我這邊列集了幾個開發商給大家看 只是很大而已 接下來可能像碧桂園 世茂 或者說互利地產或者萬大 每一家都有市 金額都不是小市 對 所以說我們其他的投資人想說 那接下來你會不會出市 特別是外國再見的持有人 那如果有的話 中國目前大概可能要喋喋不休 其實我們很現實的講 中國它是前兩天是講的是說 我們搞了一個兩兆的錢 我們進去互盤怎麼樣 結果一龍完了之後 來了一個清算的命令 再加上今天它出來的 經濟素質又不佳 你看看 上去兩天又開始下來 所以你看看 中國在互盤的效果裡面 就很有限 那這個情況就變成是說 中國房地產目前庫存太大 怎麼樣去庫存 問題是老闆就想說 我今天去買 看起來應該會繼續跌吧 我為什麼去買呢 那如果說這些人 因為他們都沒有錢 地產上目前有流動性的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讓他發債 或影韓借款 我先生說你就是要倒掉 要給你救錢 所以變成這個問題 所以對他目前的股市繼續下修 經濟目前還持續是不看 來看一下 就知道是說 民營的主要是民營的 因為公營的國企本身 央企本身 他們基本上不動如塞 因為國家在後面 但是混合制是被國有化 但主要是民營企的部分 它這個東西跟前一年相比 -31.5 換句話說整個都下來 那你如果去看他百祥裡面的銷售 也是一樣 這都是減25% 減26% 減20% 換句話說 如果你看前20大 前50大 這樣看下來 可能目前黃地產 我實在講 我們正在講他們應該是 哀鴻騙野 不知道怎麼活下去 那我們現在來用一個角度來講 還有一個地鹽的效果在 有沒有可能金融機構 因為持有他的債券 或有他的放款 會因為而受傷 來 這邊是一個例子來 碧桂岩 它其實才是真的很大 它的項目比恆大還要多 多了好幾倍 四倍 所以他如果真的換下一個是他的話 影響更大 他很難逃避這個現實 所以也是在拖而已 對 那你來看一下 誰買了他的債券 美元債 你看 貝萊德 那個HSBC 或者是其他幾家 你看包括UBS 摩根 摩根 其實這很多 所以你看金額也都很嚇人 所以說這些一島 基本上可能都拿不回來 所以我們最近在關注美國 華爾街大銀行的財報 因為比如說其中有個歷史 像花旗好了 這兩年一直在從中國撤退 他在中國過去投資很多 可是這一年來基本上 他可能已經減少了 在中國放款的20%以上 那年報出來他會不會接著受到拖累 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就很擔心 是不是會一直滾下去 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單 如果房地產是中國當中火車頭的話 這個火車頭不好的話 他們的經濟怎麼辦 所以他們出來一招說 本來因為你花了三條航線 所以房地產掛掉了 然後你現在是說 銀行 我給你一個白名單 現在每個地方都有 你們無擔保放款給這些地產商 這真的是很標準的 露包子打狗 你知道他不會回來 但是說我們未來 要讓他們達成保交樓 其實這金額不足以達成保交樓 對 但是因為他叫銀行承接下來了 而且可以不用列入到易放 銀行就怎麼被出事 所以他目前因為無擔保 違反我們銀行管理跟經營的基本原則 所以地方的銀行都有不同的聲音 結果中共就召開一個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 不是李強總理主持的 是蔡奇 是國安的人主持 說來 兄弟 你給我處理一下 結果就是變成說大家都 意思是說你聽我的話 你就是要放款給他 放款之後 因為他又不列入易放 他就會出事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又發現一件事情 他們目前銀行三千多家 大概有一兩千家有事 今天又下了一個命令 要求這些小銀行通通合併起來 用大銀行去資助他 再做一個移轉 然後大的銀行沒錢 中央政府又給一個錢 所以你現在看到他又在掩飾 又在乾坤大挪夷 左邊一半右邊 所以我們要講他未來怎麼樣 如果你銀行沒有辦法持續放款 你的經濟的動能就不足 因為這是經濟活力的所在 但裡面有一個問題在 就是說如果大家都沒有的話 繼續用放債 債務成長的話 他將來就會走向日本話 經濟的成長逐漸的往下走 會不會說走向日本話 還是太樂觀 沒有錯 這個就是說 Anna Freefield 他就寫金正傳記 他去訪問最近寫的 上七年年底的說 他訪問這些人 他就跟他講一句話 我們 咱們曾經認為 朝鮮是咱們的過去 現在我們意識到 這原來是咱們的未來 所以不是日本話 也有可能會變朝前話 對 是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的是 現在投資高股息的ETF 已經變成是全民運動了 但是我們說到要去卡位 這個適合的投資時機 到底要怎麼樣去找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 謝謝